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树光 时隔那么多年之后 它依然能被重新的点燃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容易 两人也都没遇到其他人 你看看 然后呢 就是一个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就心就落地了那种感觉 包括小庄之前一直飞呀飞 要成南平的金空黄 然后从今以后他在第二天飞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底下 就像光光阵一样 有个人在底下收着他的线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他再也不用担心自己被吹走 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突然的降落 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人一直在地上 祝福他 包容他 接住他 就这样一个关系 那献哥呢 献哥都不知道接来 对 因为我们保密了 我只是跟Elon说了 然后导演跟献哥都保密了 然后献哥是一个在现场 我真的很佩服的一个演员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从来不松懈的人 都这么帅了 演得这么好了 然后还是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 我觉得开期那么多天以来 我没有见过献哥有一分钟的 就是松懈 懈怠 从来没有 让他的要求 对自己的要求 对戏的要求特别高 然后我们在现场 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 主创之间没有一句废话的 就是拍完一场 马上回去看 回放 然后我们要怎么演会更好 怎么拍出来的角度会更好 所以我从性格身上也确实学到了很多 就是我们那天经常在学里面聊天 我们有一个群 然后学员也经常说 就是我们这帮人能遇到 然后包括合作这么好的团队 就其实看上去简单 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就是大家所有人的心都往一个劲儿发力 然后所有人都往一处使劲儿的情况下 总之这个团队 不管是Elon还是大家 还是献哥还是导演 我觉得都是一个 我希望此生还有机会 二大 三大 四大的一个团队 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剧 喜欢所有的主角 谢谢 谢谢你们 非常